Hello大家好,我是张子和Zack,一名互联网的产品经理,也是一名视频内容创作者 那么今天的视频和往常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我会分享有关个人成长,学习挑战之类的话题 不要忘记关注哦 最近元旦假期,大家都在网上po自己的年度总结 如果你已经写完了自己的年度总结,请扣1 如果还没有的话,请扣2 今天我就会和大家一起来做一次云年度总结 同时分享一些总结的小技巧 年度总结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我能找到最早记录是大约4000年前古巴比伦时期叫做Akitu的运动 意再去统计去年作用的农聚 现代的年终总结,大家都用于工作,整理前一年的业绩收获 以便在新的一年中升职加薪,盆满钵满 所以今天分享的内容,理论上也可以帮助大家做到通过多种收入年入百万 现在我想请大家先拿出一个笔记本和一支笔 我们可以把这本子的左右分为两栏 左边是积极快乐,右边是消极难受 例如对于我来说,巴西有数就是积极快乐的 哦对了,本视频是由广告为钢笔和广告为笔记本赞助的 他们家130年将心工艺打造的钢笔配合80颗无酸书写 只体验5比4滑让记录的过程也变成美好的回忆 使用我的专属推荐码ZAK一下单还会有半价的优惠 当然新年总结这种东西也不是一个视频就可以讲的完的 我就总结了健康、工作、投资、人脉、职业技能、兴趣爱好等6部分最常见的类别 做了一套完整的课程 希望可以和大家有更多深度的沟通和学习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加入我们每周末晚8点的直播间 免费连麦一起畅聊 什么?你喜欢这件T恤? 你支持我们的新周边 你其实也可以在我们的店里面去下单购买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求赞、求硬币、求转发、求收藏 重大是给大家的关注 各位的支持才是我做视频的最大动力 如果本期视频的点赞给我一万 我就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by bwd6 by bwd6